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求助者上场 我叫洪梅 从小我一直是被一个人 捧在手心里宠溺着 这个人就是我的哥哥 可是二十年前一场意外 让我们兄妹从此分别 没有哥哥的日子 我告诉自己 要像自己的名字红梅一样 坚强生火 虽然时光荏苒 但我一直都想找回哥哥 能像小时候一样 依偎在他的身边 有请 你好 你好 齐龙哥好 大家好 来 这位妹妹请坐 介绍介绍你自己吧 怎么称呼 打哪儿来 大家好 我叫澎湖梅 来自贵州贵阳 今年二十六岁 从贵阳来的 家小时候就在贵阳吗 在我的记忆里面 一直都是在贵阳 家里有几口人 家里面有爸爸妈妈 有两个姐姐 还有一个哥哥 然后这次就是来找哥哥的 来找哥哥的 给我们讲讲小时候家里的事先 我记得小的时候 就是爸妈妈从老家 就是到贵阳那边来做生意 然后就把我跟哥哥带在身边 那个时候就是刚到贵阳嘛 可能经济条件什么的也比较拮据 那个时候我们就住在一个出租屋里面 就是一个小单间的那种 然后那个时候 爸妈每天早上就出去做生意嘛 然后就会叮嘱我跟哥哥 就会待在家里面 不要乱跑啊什么的 就在我的印象中 哥哥是那种就比较懂事 比较听话的那种嘛 像那个时候的话 我就老想往外面跑 就想出去玩 但是哥哥每次都会劝我 哄我就说不要去外面 你去外面的话就是 如果遇到坏人的话 就会把你绑起来 这样子的话你就回不了家了嘛 是吓唬你吗 对 那时候你几岁啊 那个时候应该很小吧 可能就是两岁左右 两岁左右 哥哥比你大多少 哥哥比我大一岁多一点 那个时候虽然说不太懂 是吗 但是就是想到 就是不能见到爸爸妈妈 然后再见到哥哥 还是会比较害怕嘛 所以也就格外待在家里面了 比较懂事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哥的话 他还会经常帮 就是房东扫扫院子什么的 然后就是我们那个周围的邻居 什么都很喜欢他 会经常给他一些小吃的什么的 但是哥哥他几乎从来都不要的 这样有时候他一要 他也会把它放在那个窗台上面 就是也不吃 为什么呀 小孩子不是最贪这些零嘴的吗 对 其实我觉得我哥也挺奇怪的 然后非要等我爸妈回到家之后 然后就是经过我爸妈同意嘛 说那个东西可以吃的话 我哥就会把那个东西给我 哥哥很懂事 对 他就是在我的印象中 我哥对我特别好 也特别照顾我嘛 就是不管是什么好吃的呀 好玩的 他都会先给我 就是先紧我来那种 我印象中比较深的一次 就是有年冬天嘛 我们那边平常就是不怎么下雪的 就算下雪的话 就是那个雪花飘到地上的话 就是可能就满就化掉了 激不住 对 然后那年的冬天的话 那个雪就下得就还算比较大嘛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外面那个屋檐上什么的 都就是覆盖了一层雪 到中午的时候就出太阳了嘛 那个雪就化掉 然后在那个房梁上呀 或者车子上就会结了一些那个冰沟 冰柱 对 那个冰柱 冰柱 然后那个阳光一照色过来 就五颜六色的还挺好看的 那时候自己小不懂事 就是想感觉还挺好看的 就是去掰了一根下来 然后就碰一本就往嘴巴里面塞嘛 这不是不懂事 我小时候也这么玩 然后我哥就看到了 他就过来就阻止我嘛 然后我就挺生气推了他一把 然后还死尽就往他头上拍嘛 但是我哥他也没有生气 也没有说骂我什么的 反过来就是还哄我说 那个东西不干净啊什么的 就是 不能吃 对 不能吃 就是等爸妈妈回家之后嘛 就是跟妈妈好吃的 可能记忆不是很多 但是在我只有的记忆里面 我觉得哥哥就是 就在他的心里面好像觉得 我觉得我对他也挺重要的 什么都会给我 就是有他在 什么都不用管那种 记得小的时候嘛 就是我两岁多 那会不到三岁的时候 我们那边人贩子特别多 就是那段时间 我就被拐了嘛 被拐了 对 我就被那种人贩子抱走了 我后来是听我爸妈说的 就是我哥就是回到家嘛 就拉着我爸妈就往外面走 就是让我爸妈去找妹妹 然后说一定要把妹妹找回来 小的时候可能穿衣服什么的 都是穿哥哥就是换下来的 或者说就是隔壁邻居送的一些旧衣服 所以你在外观上 可能就是男孩女孩那个 就是区分不太轻 然后我觉得可能因为我是女孩子 可能他不要女孩子还是这么的吧 然后就把我扔到那个路边 然后正好是一个就认识的阿姨 就是路过的时候看到 就把我带回家了 然后我记得比较深的是 我刚回到家 我哥就跑过来就拉着我 就一直在跟我说 我们家住在农院菜场 然后只要到农院菜场 就可以找到爸爸妈妈 你坐那个农院那个中巴车 就一定可以回家 其实我被拐的时间不是太长 然后就是其实自己 可能没有太多印象 也没有什么感受 但是看到爸爸妈妈跟哥哥 就是那么着急 就一直拉着你跟你讲 我们家在哪儿 怎么样怎么样可以到家 就是自己感觉也挺害怕的 然后也会就是强迫自己去 记住他们告诉我的这些地址 或者一些信息什么的 那按理说 哥哥也应该记这个 记得很清楚 对 因为我记住的这个 都是哥哥告诉我的 所以我相信他也一直记得 也记得很清楚 然后就是我回来之后 可能一个星期左右的样子 那天早上的话 我爸爸是出去进货去了 然后我妈在菜场上做生意 我跟我哥还有就是 邻居的一些小孩子 就在那个楼梯口那边玩 然后中午回家下楼梯的时候 就一个男的就跑过来说 要带我们去吃好吃的 哥当时拉着我也没理 我们就准备下楼梯了 然后我们真准备下楼梯的时候 那个人又冲过来了 然后就说带我去 带我哥去买那个小车子嘛 认得他吗 这男的 不认识 就是现在就是 对他的长相什么的 都没有印象 而且就是我哥 他是特别喜欢小汽车的那种 但是我哥当时也没你那个人 反正还拉着我 就是赶忙下楼梯嘛 我说我们下到一半的时候 那个人就突然就冲下来 就把我哥抱着 就爬上楼梯就跑了 然后我当时就懵了 然后等我爬上楼梯的时候 我就是看到一个小汽车 就飞快地就开走了 然后当时自己就一个人 就趴在那个楼梯上 就一直哭一直喊 因为就是感觉 你只眼睛睁看着 眼睛睁就看着他 就是被别人抱走 就是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就是那种无论为例那种感觉 就是你每去回一次 就是感觉 这种感觉 就是每次都要重新再经历一次 所以 后来呢 就赶紧把这事得告诉爸爸妈妈吧 对 然后就去菜场找我妈 就跟我妈讲说 我哥被抱走了 然后等我妈他们去找的时候 就一点音讯都没有 就怎么找也找不到 红梅这么多年 爸爸妈妈在外面找儿子 对你们这几个姐妹 是不是有一些冷落呢 我记得就是 我哥刚开始不在的那段时间吧 我爸妈就是每天 就是没日没夜地出去找 然后那个时候 因为刚才小的时候 就只有我跟我哥 待在我爸妈身边 那个时候 我就一个人经常待在家里面 我们家的话 正好又是在那种负一楼 光线又不太好 我记得我们家那个房子 就是最外面的话 它是一层玻璃门 就一个人缩在那个玻璃门 玻璃门那个角落里面 一个人就只能待在 那个小小的1.5平的一个 就透点光进来的 这么一个小空间里面 因为就是 你不敢一个人待在家里面 因为家里面太黑了 就感觉特别恐怖 每天 就我爸妈出去的时候 我可能还在睡觉 然后我醒了之后 就是家里面所有的一片 就是一片漆黑 然后以前的时候 你只要一喊 可能哥就会去帮你开灯啊 干嘛什么的 因为那个以前 那种老房子 灯线比较高 其实我哥他自己也够不着 然后就会搬一个凳子 垫着去给我开灯 然后过来哄我 给我穿衣服 然后去给我找吃的什么的 就是他会去照顾你什么的 可是我哥不在了之后 就自己尝试着 给自己穿衣服 给自己做吃的 其实那时候小嘛 其实也不会做什么吃的 可能就用一点水泡饭 如果没味道的话 可能加点酱油 就这样很简单的 就自己给自己做吃的嘛 就感觉有一种 就自己好像被这个世界 遗弃了一样的 每天就是天黑天亮 可是感觉就什么时候 都只有自己一个人 就以前哥哥在身边 你不用去喊他 不用去叫他 但是你一个转身 可能他就在你身后 可是那个时候 不管你怎么哭 怎么喊 你怎么害怕 都没有人一名 就哥哥也不在 爸妈也不在 那个时候其实 就特别希望自己 可以快点长大 可以跟着爸爸妈妈 一起出去找我哥哥 其实我真的 我真的不相信 我哥就这样 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就不相信 就找不到我哥了 就是我的哥哥 他是真实存在的 他不是 他不仅仅是我记忆里面的 他不仅仅只是存在 我的记忆里面 他是真实存在的 这么多年了 不管是我在记忆 开心还是不开心 但是哥哥都不在 就永远只能在记忆里面 去想他 就是他那种 看不到摸不到 那种感觉 就是你怎么想 感觉怎么想都没有用 就是这些年 在家里 虽然有爸爸妈妈 包括姐姐 对你的这种爱和关心 但是好像都跟小时候 记忆中那种 不一样的 哥哥的爱是不一样的 就是 哥哥他永远都是 就是不管什么情况 都是无法替代的那种 你觉得最特殊的在哪呢 我觉得主要是陪伴 陪伴 就是他的那种 就是无限的包容 就感觉就是哥哥 他不管做什么 他就在你面前 帮你抵 帮你挡着所有的一切 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去承担 我不管干什么 我什么都不用管 有事情就找哥哥就好了 就是 甚至于就是你还没有去 叫哥哥 哥哥都已经 把他能做的都帮你做到了 就是可能后来 经验长大了吧 就是爸妈因为经常 出去找哥哥 把家里面的钱也花光了嘛 然后那个时间负债也挺多的 所以爸妈就借了一笔钱嘛 就开了一个娘游店 然后那个时候 应该是小生初的时候嘛 然后我记得就有一天晚上 我跟姐姐就是在店里面 看店的时候 突然就接到我妈的电话了 然后我妈就说他们出车祸了 出车祸了 顾阳回到花溪的时候 就出车祸了 当时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 就因为我妈她挺 就是她说话挺正常的 她就跟我们说 让我们把电关了回家 天两天好好上学 然后过了两天 正好是周末 我跟姐就去医院 看我爸妈妈 我还记得 当时我刚走到 那个病房的时候 我就被我妈 那个样子吓到了 然后当时 马上就退到那个门边 就站在那个门边 就哭了 就是我爸的话 她是肩这个地方 粉碎性骨折 所以就是打了石膏 所以外伤里看不出什么 但是我妈她当时出车祸 就是整个脸是草地上 就这样擦下去 她整个面部表情 就是都肿了 就是那种 擦痛那种肿 好像还有血啊什么的 她这个地方 就擦掉了一块 然后被封了 七个嘛 所以她整个伤情 就看上去特别严重 然后当时自己就被吓了 就站在那边哭了 然后就感觉全身真的发抖 现在想一想 我觉得挺庆幸的 庆幸他们还在 就是我还能摸得到 碰到他们 其实那种情况 就是看到爸妈 躺在病床上 然后所有的事情 都只能自己去做 可能就是有 就有种感觉 爸妈在的时候 可能还能依靠一下爸妈 然后爸妈躺在那 就没有靠着了 你要 你要是想靠着 就这样你就倒下去了 可能就有点孤立无援 那种感觉吧 我还记得就是 他们初催后那一年 我们家过年 是在医院过的 我们在家 把饭菜做好之后 拿到医院去嘛 一家人在医院吃了一个饭 其实饭菜什么的 都是都已经冷掉了 那个时候就特别想我哥 反正就觉得家里面 都已经这个情况了 为什么他还不在 就是感觉那个时候 自己就是觉得很累 想找一个人 说一下自己内心的想法 感觉都没有人 就是只能 只能自己憋在心里面 其实在医院过那个年 我觉得我挺矛盾的 那时候特别想我哥 觉得想家里面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为什么我哥不在 或许他在的话 会不会这个事情 就不会发生 或者说 或者说就是 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我气他是因为我觉得 我小的时候不在了 我回到家 他都会跟我说 我们家在什么地方 让我怎么告诉别人 然后怎么回家 可是这么多年了 他也长大了呀 然后他自己就记不住嘛 他就不能自己找地方回 找到路回家呢 所以其实在医院过了一个年纪 特别矛盾 很期待也很想他 贵阳是花西区農苑菜场 是我和哥哥分开的地方 二十多年 我们一家人守护在这里 从未离开 哥哥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想你 哥哥 离开你 我再也不是那个 撒娇柔弱的小妹妹了 我长大了 其实我在我的整个成长经历里面 我觉得比较压抑的时候 应该在我上初红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特别讨厌放假跟周末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我觉得除了上学的时间 是我自己的 我其他时间都不是我自己的 就很忙很多事情 那个时候 每到周六的时候 我就要跟我爸 就是在家里面 就是准备 就是下周要卖的东西 就是像那种玉米液嘛 用机子把它碾碎了 然后分成不同的粗细 然后整个周六 都要待在家里面 就是一天都听到 那个机器的声音 就感觉一直嗡嗡嗡的 然后一天下来 就是可能你的眉毛 跟你的睫毛 都是一层那种玉米粉 那种粉末黏在上面 整天都是回头涂念的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把东西就是 机子就是弄碎了之后嘛 我们就要搬到外面去 然后爸还要把它 拉到我们家 那个粮油店里面去 准备就下周卖 或者星星天卖 然后那个时候 一袋东西 可能就是有150、60斤 我爸他这个地方 就是受伤了嘛 就是 其实但是不可以 就是抬这些重的东西 弹不动 对 但是当时 在没有办法 就是尽管抬不动 但是还得去弹 然后那时候 我就跟我爸 去搬那个东西嘛 那个时候我才上粗动 我又特别瘦 然后个子又比较矮 那个东西根本就搬不动 只能稍微抬起来一点点 站都站不直 腰杆都撑不起来那种 就是稍微抬起来一点点 然后走个两三步 又放下去 然后再抬起来一点 再走两三步 然后再放下去 就一点点 拿到门口去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 就是给一个 老老来送东西嘛 就是送米 然后那 就是在送的过程中 老老来就一直会问你 你多大了呀 你在哪儿上学呀 你家里面人呢 你为什么要出来 卖东西呀什么的 就是可能自己习惯了 有时候虽然会觉得累啊 什么的 但可能就是习惯了 所以就坚持坚持 也就过去了 可是当有一个人 一直在你 一直在旁边 就是做音音的关切 然后音音的 一直都问你啊什么的 然后就自己 就是会觉得自己 特别委屈吧 其实那个时候 像初中了 就是可能放学啊什么的 可能周末什么的 可能同学啊什么的 就可能会约着 去逛逛街啊 然后出去玩啊什么的 可是我觉得 那种画面离我很远 那个时候自己真的 感觉超累的 就是感觉我每天的生活 我就三年一线 家 学校 然后我爸妈店里面 越是这种时候 是越想起哥哥吗 对 其实我觉得 我哥可能 他对于我而言 有点像一个存钱观 但是可能别人的 存钱观的话 可能是存钱 但是我的存钱观的话 我会把我所有的委屈 所有的疲惫 更说自己觉得 不开心的事情 都存在他那儿 那个存钱观以外的世界 就是没有哥哥 我必须坚持 就必须坚持 就想去面对的世界 然后那个存钱观以外的世界 就是在哥哥身边 我可以什么都不用管 就什么都依赖哥哥那种 就那个时候难受 其实我也不一定说 哥哥他一定要去帮我做什么 但是我觉得 他只要在我身边 我累的时候 可以有个肩膀抗一下 但是就觉得 他只要在我身边 把他听我说说话 就觉得挺好的 陈局您先说说吧 这个好像不只是一个拐卖 甚至是一个抢夺的案例 对吧 对 他的哥哥呢 是被抢走的 这个性质是很恶劣的 是我们公安机关 打击的重点 但是这里要见 在上个世纪90年代 侦办起来难度是很大的 但是呢 我觉得他这个哥哥 是有希望找到的 因为我们现在有 全国打拐敌音信息库 只要采取入库这个工作 做得到位 所有失踪被拐儿童的父母 和来历不明人员 全部采取入库 所有的被拐孩子 都应该能找回来 可能你心里有很多的这种 纠结和难过 但是可能更难过的 更无法去倾诉和表露的是 你的爸爸妈妈 今天来等着我找哥哥 他们知道吗 跟你来了吗 他们跟我来了 跟你来了 那我们把他们一起请上来 好不好 我们希望你们一家人 一起来见证 到底能不能找到哥哥 好吗 那我们来掌声 有请红梅的父母上场 来 这个爸爸妈妈这边坐 来 妈妈那拿的是什么呀 是儿子的照片和他的衣服 小时候的衣服 小时候的衣服 一直留着呢 一直留着的 因为他打落了以后 衣服 照片 我们都全部给他收起来 好的就送给兄弟姐妹家的 坏的就给他留起来 想找到儿子以后 都可以 把他的这些也可以 给他看一下 给他看一下 我的孩子是 救护人大楼的 大楼了以后 我们北天黑夜都去找孩子 天天去找 北天黑夜 找了多少年 不管什么地方有点消息 我们都在那里去找 那里我们都找过 实在没办法找找 因为都是他一个小女儿在身边 什么事都是他去做 我们也没关系找 也没办法找 如果今天我们能找到哥哥 我来问问红梅吧 因为这么多年 你可能好多的话 都想跟哥哥说 在不同的这个人生阶段 但是现在 如果哥哥出现在 你的面前 你最想对哥哥说点什么 或者做点什么 我长得那么大 我从来没有叫过别人哥哥 因为我觉得哥哥 这个称呼是只属于我哥的 如果看到他 我会叫他哥哥 而且 我也想对我哥说 就是在我们彼此的人生里面 已经缺失24年 就是人类一生其实很短暂 没有几个24年 我希望就是一块那个门打开 我能看到一个健健康康的你 我能看到一个健康帅气的你 我能看到一个就是 对生活就是永远 充满美好期待的 而且我也想告诉他 我们一直在你熟悉的地方等你 等你回家 我们希望今天能够帮你原貌 希望能够一个健康的 帅气的哥哥 能跟你们今天一起回家 好吗 加油红梅 加油爸爸妈妈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能不能找到哥哥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 是怎么帮你们找的 来 有请 彭红梅 您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 接到了您在等着我 绒媒体平台上 发布的寻人信息之后 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 去寻找 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 哥哥蓬鸿泉是1991年4月4号出生的 1995年9月23号 是在贵州省花溪区 学士路家门前楼梯玩耍的时候 被拐走的 失踪的时候 上身穿的是红色外套 下身穿的是绿色裤子 而哥哥的头上 有三个明显的头旋 那么根据以上信息 我们立即联系到的相关志愿者和警方 为您展开寻找 接受到你们寻家的请求后 2014年1月25日 指导父母双心进行采取 随后贵州警方将父母取样成功 入入全国察官 经议数据库 但却一直没有消息 2018年9月份 我们深圳DNA数据库 突然比重 站头一位灵性的孩子 在细节与你们提供的线索布补 为保准确无误 需做进一步的符合比对 为此 我们迅速采取双方血样 进行加急检验比对 那么这个疑似孩子 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哥哥呢 我们期待着一个好的结果 加油 等着我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请走向你们的希望之门 我长得那么大 我从来没有叫过别人哥哥 因为觉得哥哥 这个村屋是只属于我哥的 他明明知道家长 怎么找到家 他为什么就不回家呢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为原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希望就是以后那个门打开 我能看到一个健健康康的你 我能看到一个健康帅气的你 我能看到一个就是 对生活就是永远充满美好期待的你 对生活就是永远充满美好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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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就是永远充满美好期待 对生活就是永远充满美好期待 对生活就是永远充满美好期待 生活就是永远充满美好期待 对生活就是永远充满美好期待 走 咱们过去慢慢说好不好 哥哥找到了啊 我们是永远充满美好期待 对生活就是永远充满美好期待 我们是在广东深圳 我现在把哥哥找到的 你也听到了哥哥现在的名字 叫林小壮 然后他这些年来呢 其实是在广东汕头生活 我们找到哥哥的时候 哥哥对童年的时候的记忆 几乎一无所知 直到我们找到他 他才知道自己的身世 找到他的时候 甚至他自己都不愿意相信 自己不是亲生的这个事实 他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心理上的纠结 小李我问问你 妹妹一直在说小的时候 你一直在反复教她 你们家是在花溪的 农园菜场 什么菜场来着 农园菜场 你真的不记得 这个菜场的名字了吗 你一直在跟妹妹强调 没有那记忆了 原来你小的时候 你在农园菜场路口边 大家抱着走了 记得去不了 我也不知道当时发生什么 我没有记忆 我们也试图在唤起她很多 关于童年的回忆 记忆全部都没有了 但是我觉得其实 可以选择忘记伤害的话 忘记伤害的人是幸福的 这些年我也听到了 妹妹是最难过的 所以抱抱妹妹吧 好不好 快快回来了 虽然你可能不记得这些事情了 但是你能感受到妹妹对你的那种眷恋 那种依赖 有 那种想念吗 能感受到 你在家有妹妹吗 没有 没有妹妹 以前我有想过说有个妹妹 你曾经想过自己有妹妹吗 挺好的 我这样想过 如果你有一个妹妹 你作为一个哥哥 你想过你会怎么对这个妹妹吗 我会保护她 重复她 保护她 支撑她 那现在这个妹妹坐在你身边了 跟你想象的那个妹妹长得一样吗 他说不愿意 准备,是 在你身边坐在你身上 跟她有什么样子 在你身边的那个妹妹 不愿意 不愿意 我说了 我去做개를 有什么 我 你 你 是 有什麼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